在之前的影片里我们讨论到了声音幻觉这一个概念 也就是当我们在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 有一些声音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陌生的 而当我们听到这些陌生的发音时 我们也许就会习惯性的去扭曲这些发音 将它变成我们自己叫熟悉的音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头脑会开始自动的转换这些音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多听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接收到的音 我们所理解的音已经跟我们所听到的音 那一个别人发出来的音是不一样的 上一次的例子我们讨论到milk 其中的il有的时候会听起来像mucus的第一个音节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例子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声音幻觉 虽然也许我们知道l这一个字母应该要把舌头举起来 这是在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里子音一课我们有讨论到的 即便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还是很常我们会把这一个音当作长欧的音发出来 甚至当我们听到别人讲话的时候 我们也只能听到长欧的发音 在我另外一个之前的影片我有讨论到汤面这一个字应该是noodle soup noodle这一个字就有这么一个LE的结尾 有很多人会将noodle念成noodle 也许即便是现在当我在说noodle这一个字的时候 你还是没有办法听到结尾的l 舌头是举起来的 也许你听到的是noodle oh长欧的音 没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你能够了解 这两个字的结尾 它们的发音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嘴巴里的肌肉放的位置也是不同的 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两个音有实质上面的不一样 即便我们还没有办法分辨 我们还是可以开始做出这些动作 而正确的动作以及更多的注意力 在长久之下会渐渐的让我们养成一些好习惯 我最近接到这么一个问题 想要询问apple这一个字 应该要发成apple还是apple 这个问题是被写出来的 问问题的人 把ple的发音诠释为po 从这一点 从这个拼音上面 我可以看到 这一位学习者 它对于le的音的理解 确实是有一个声音的幻觉 因为它把它当作一个o来发音 所以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要先提醒这一位学习者 这个po的音要发成po 舌头是要举起来的 要放在上额 就像我们在说l这一个字母的时候 舌头是要举起来的 这一个音还是存在的 那现在我要回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应该要发成apple还是apple 在我的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母音这一刻 我们有提到a字母a的发音 它其实是需要下巴跟要打开来 所以它的发音会比较像a 这是美式的发音 音式的发音会比较偏向a 同样是短a的发音 可是会比较偏向a的音 但是不是长a的aapple 从一个人的拼音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 它是如何去理解一个发音 而从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很容易可以解释出 一些发音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在这里 l1的结尾被拼成长o的这一个音 我们就可以从中解释出 这里有出现了声音的幻觉 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 每一次看到l1的结尾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当成 好像它是导过来的 这一个母音是发schwa sound 也就是a的音 结尾是el的音 慢慢的练习 渐渐你的嘴巴会越来越熟悉 这一个发音的好习惯 而当你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也要特别去留意 它的结尾的el是不是有出现 这可以帮助你去锻炼 你对于这个声音的敏锐度 注意这一个细节 并且养成好习惯 对于我们的发音的长久之路 是非常重要的 预防 发音乐 是非常重的 彩虹 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观看